那么为什么饮茶者能够得茶寿呢 这就涉及到茶的一个养生保健的功能 以及它对我们思想进化的一个作用 那么古人讲啊 茶有三德 三种德行 哪三种呢 第一个去除睡魔 坐在这边困得不得了 一杯茶下去清醒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帮助消化 吃得肚子撑了 一杯茶下去 给我们冲洗尝到了 第三个 这比较专业的一个词叫步发 发就是出发的出发 那么这是国学里面那个专业的书语 是指情感情欲 不让它怎么样 爆发出来 大家知道酒能干什么 酒能乱性 但是没有听说过茶能乱性的吧 茶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养性 一个是乱性的 一个是养性的 因为茶有这三大功能 所以饮茶者可以什么 多一个茶寿 那么第三个我要讲什么呢 讲茶的心情 那么茶的心情呢 就是回归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心情 大家想想看 我们每个人既有茶的品味 是吧 又能够有茶的寿命 活得长长久久 那这是非常好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要配上另外的一个东西 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年轻的 健康的 是吧 活泼的 和谐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茶的 就是茶的 精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